有些人相信 故事一直流傳下去 就會成為真實 大家好我是Ken少 在這裡我要跟大家講一件真實的事情 民國83年11月2號 當天我記得那個日子是 英語綿綿 那有一對母子就來到我家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觀眾可能不知道 我母親其實是一位醫生 那一年我是國兒 我去上課 然後我對這對母子其實一直以來都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我家的診所 就車水馬龍人來人往的 每天都有很多的人 所以我也沒有印象 那直到有一次 我的母親跟我說 這個男生 他常常 聽到有人在他耳朵邊說 去死 然後他就會不由自主的 去做一些自殘的行 那因為這樣所以他 已經自殘了好幾次 每次 都接近死亡的邊緣 因為他每次都會在耳邊聽到 一個女生跟他說 你去死 你快來陪我 然後這個男生他就會歇斯底里 去做這些行為 因為這樣 他的母親就帶著他 跑遍了全台灣去找醫生 但是 醫生都說他沒有事情 所以最後輾轉因為這樣 找到了我的母親 我媽就覺得很奇怪 因為我媽說 你應該去找精神科醫生啊 怎麼會來找我呢 因為我媽是一位中醫師 因為他母親說他真的沒有辦法 他已經找遍很多的醫生了 然後最後聽說我媽是一個 蠻厲害的醫生 希望能救救他的兒子 因為很多人說 為母則強嘛 然後就有人說 為什麼 他爸爸都沒有來 因為他爸爸是軍人 因為很多軍人其實不相信這種事情的 那其實我媽當時也是半信半疑啊 那想說死馬當活馬醫嘛 反正就針灸看看 看看是一些腦神經上的問題 或是一些脈絡的問題 然後後來 好像是 那一天 大概半年後 有一次我回到家裡 我媽就很累的坐在椅子上 那我問我媽說 欸媽你怎麼了 那我媽說 剛剛發生了一件很誇張的事 我就什麼事情 她說 今天那一對母子又來了 喔 講到這裡 我每次講這個都會奇蹟一個 然後 我媽就想說 反正今天來了嘛 來了我就下針啊 然後就開始繼續看啊 因為她兒子上次又去上吊 然後又怎麼樣的 然後我媽說 反正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移好嘛 然後我媽就突然就拿她那個針灸的針 準備要刺她的 我忘記刺哪裡的 好像是耳朵吧還哪裡吧 然後突然那個男的 她就突然眼睛向往上掉上去 然後就突然冒出了女生的聲音 就跟我媽說 你要做什麼 讓我媽嚇到 身為一位醫生 在當下的時候要非常的冷靜 你不能反應出那種很驚嚇的感覺 然後我媽就跟那女生講說 我要幫她看病 你有什麼想要說 然後那女生就說 這是我跟她的事情 不關妳的事 然後我媽就 當下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然後我媽就說 你可以先離開嗎 因為我現在 我必須要幫她治病 然後那女生就 不肯 然後最後我媽也不知道怎麼辦 就僵持在那邊 後來那男生的媽媽就突然下跪下來 就說我兒子跟你無怨無仇 你為什麼要害她什麼的 然後沒多久 我媽就有感覺到 那個女生到了我家的門口 然後這件事情就暫時就不了了之了 那因為很多人不知道其實 因為大部分的醫生 大部分都 有的人都已經有讀到博士學位 然後後來我媽就認識 她以前的一個老師 然後她是某某大學的哲學系教授 因為我不能講那個大學是哪裡 那個老師她有修行過 然後她也是看得到的 她就是人家所所的陰陽眼 後來我媽就找那個老師 來家裡面 來到診所 然後講到這裡其實更恐怖 就是我媽在談說 那現在在怎麼辦 因為畢竟我媽有點介入了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他們在談的過程裡面 然後那個老師 就看著我家的門口 就說 她現在在你家門口 然後我媽就說 靠 那現在怎麼辦 那她要幹嘛 她說她現在在聽 你們打算要對她什麼樣 然後後來 就請那位老師 去跟那個女孩子談 就說 你今天為什麼要 一定要讓男孩子死 後來 談出來的結果 就是那個女生說 我們在上輩子的時候 我們一起殉情 但是我死了 她沒死 我現在要找她一起走 後來那位老師說 那我們能不能超渡你啊 然後就是把這件事情就是 就放下吧 就是說去投胎或做什麼的 那女生不肯 然後後來那位老師也沒有辦法 然後我媽說 為什麼沒有辦法 她就說因為 這是兩個人的因果關係 其實啊 神明只是做居中的協調 就是他們兩個之間的事 如果一方他如果不願意的話 其實大部分他也會沒辦法 所以 後來 就沒辦法解決這件事 然後沒多久 那個男生的腦 就長出了瘤 我記得那個男生 他是大二的學生 他是一個體育班的學生 他的身材超級好 然後長得也很帥 我有印象 可是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長出了腦瘤 然後最後去醫院 大醫院去照核實共振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原因 後來他真的沒辦法 而且 那個腿瘤越來越大 反正意思就是 他會死 後來啊 他們就是到處去找神明 不知道看能不能去救他的孩子 後來我記得好像找了一間公廟吧 拜誰我是忘記了 後來就是成為他的肝兒子 從此以後 這個男生 走上了另一條路 他當了廟公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神明跟他講說 我唯一能救你的就是 你永遠待在廟裡面 他就從那一天開始 他就去廟裡服務 一個大學生 最後成為廟公 他現在還活著 然後他腦裡的牛 也還在 那今天 就是我所分享的故事 明天 可以去黑仔熊的頻道 聽鬼故事喔 記得在這支影片下方留言 留言說 我要看在黑暗中說的鬼故事 就有機會參加 8月6號 全台唯一的電影特異會 與創作者 一起觀賞電影喔 詳情請見資訊來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 拜拜